现在宣读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4号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 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根据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的决定 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一 授予于于敏 圣纪兰 圣家洞 李延年 张富清 袁隆平 黄旭华 楚悠悠 共和国勋章 二 授予于劳尔卡斯特罗 鲁斯 马哈扎克里斯林通 沙利姆 艾哈默德沙利姆 加林纳 维尼 阿米诺夫纳 库里克瓦 让皮尔 拉法兰 伊沙白 克鲁克 纽一勋章 三 授予于叶培建 胡文俊 南仁东 顾方舟 陈开甲 人民科学家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于仪 魏信华 高明轩 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王猛 秦仪 郭兰英 人民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艾日提 马木提 声亮亮 麦贤德 张超 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王文教 王友德 王启明 王继才 布鲁马汉 毛勒朵 克尔克兹祖 朱颜夫 李宝国 都贵马 高德荣 授予于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热地 民族团结 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董建华 一国两制 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李道玉 外交工作 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梵景师 文物保护 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9月17日 洁全国家荣誉称号 长官小姐和共和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荣誉称号